在过去 尼加拉瓜一直都是台湾良好的友邦 却突然今天早上宣布断交 并且重新跟中国建交 对此外交部也立刻发出了回应表示遗憾 同时将我国友邦数修改为14个国家 尼加拉瓜在台湾其实有很多的留学生 他们的权益怎么办呢 根据了教育部的统计 尼加拉瓜在台湾学生有143人 教育部表示接下来将会给予 续留学生必要的协助跟辅导 但是尼加拉瓜也成为了总统蔡英文 上任2016年以来执政之后 第八个断交的友邦 外交部长吴钊燮是从2018年2月上台之后 他所断交的六个邦交国 等于说他在任内丢失了六个国家 因此国民党立院党团总招费洪泰就说了 吴钊燮应该要下台 所以算一算 我国现在目前只剩下14个邦交国 14个邦交国当中包含了洪杜拉斯 包含了教廷都曾经在最近传出邦疑申变的消息 所以这两个会不会接下来很危险 也要断交了呢 但是我们跟尼加拉瓜来看到有什么样的接触 因为农委会也没有直接跟尼加拉瓜合作的农业项目 但有一些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长期在尼加拉瓜的农业合作 合作项目有33项 倒是为了维持邦交的关系 所以台湾由尼加拉瓜进口不少的牛肉 我们吃很多牛肉是来自于尼加拉瓜 所以它是台湾第五大的牛肉进口国 一年有3434公顿 这个产值有2.2亿元 但是我们从历史来看到 其实台湾已经多次为尼加拉瓜提供的经济跟医疗技术的支持 包含尼加拉瓜一直看中的是我们的什么呢 就是看中我们的钱嘛 像是2007年陈水扁出访尼加拉瓜的时候 就被凹了10亿元的发电机来解决他们缺顿的危机 另外还有就是5度放了马英九鸽子 在这个机场在现场的时候 这个总统都没有来 等了一个多小时 一经面就要什么呢 要钱 要盖港口 要盖灌溉的系统 还有就是尼加拉瓜很跟台湾要钱 曾经要到27亿的贷款 还有有一座跟这个MLB等级的棒球场 但没想到时隔了36年之后 竟然再次的被切割 所以大家也觉得说 真的是真心幻觉情 尼加拉瓜政府在当地时间9号宣布 与中华民国断绝外交关系 尼加拉瓜现任总统奥迪迦曾在1985年任内首次与我国断交 奥迪迦在2006年二度当选总统后 就积极希望与大陆恢复建交 当时我国前总统马英九执政 两岸外交修兵 因此奥迪迦没有成功与北京复交 如今尼加拉瓜对我国断交两次相隔36年 且都是奥迪迦执政 2017年奥迪迦连任当选总统加强他亲共反美的左派立场 今年11月尼国大选时 拜登政府也指控奥迪迦打压一己 对尼加拉瓜扩大制裁 CNN报导分析 这是尼加拉瓜与我国断交时机 可能是为了报复美国 而在尼加拉瓜宣布与台断交不到三小时 大陆与尼加拉瓜代表在天津会面 双方签署公报几日恢复与尼国大使外交级关系 大陆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立刻在微博发文 表示大势所趋 大陆外交部也立刻发表声明 中国和尼加拉瓜曾于1985年12月7号建交 1990年断交 近年来 钢比亚 巴拿马 布吉纳法索等多国 接连与台湾断绝所谓的外交关系 表明承认一中原则的立场 一个中国的原则是大势所趋 路透社认为尼加拉瓜与台湾的决裂 等于是对美国的打击 因为尼加拉瓜总统奥迪加和华府关系 近几个月持续恶化 拜登甚至在11月还抨击奥迪加 指控尼加拉瓜大选根本是一场默剧 而宏都拉斯的大选也才刚落幕 被认为亲中的女总统卡斯楚 关注的重点 记者张丽线海宇报道 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 今天针对了尼加拉瓜跟我国断交 短短的三个小时就跟大陆建交一事 也再度的公开发言 谴责大陆政府施压 来听他最新的说法 中华民国政府高度遗憾 尼加拉瓜共和国接受一个中国原则 并且与中国建交 对尼加拉瓜共和国 在今天12月10号的时候 宣布接受一个中国原则 片面终止与我国的外交关系 并且在今天同一天就宣布 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中华民国台湾政府 我们表达高度的遗憾 对于中国政府再次的迫使友邦 与台湾断交 打压我国的外交空间 我国政府也表达强烈的谴责 中国政府对外面主张的一个中国原则 与事实不符 也不被台湾人民所接受 外交部我们再次强调 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来没有统治过台湾 而面对中国的压力 台湾人民不会屈服 我们只会更坚定的来捍卫 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互不隶属的现状 以及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 你将要宣布跟中华民国断交之后 短短三个半小时就跟大陆不交 对此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表示高度赞赏 并且称两国之间有着革命友谊 跟兄弟的情谊 一方对两国复交满怀诚意 将完全履行承诺 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 所做的一切努力和行动 弥防不设任何前提的 同中国复交 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我们对此表示高度赞赏 谢谢观看 感谢观看